准备好了吗 家里有厨房的一定要买这个拉蒜神器 拉线设计自带刀片 只要把大蒜放进去 轻轻拉几下就制作好了 辣椒放进去比刀切的还要快 而且不拉眼睛不拉手 真是方便又好用 就这个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吗 就这个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不要总说国产的东西不好 比如说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很好用啊 唯一只都在用 唯一的缺点就是 老是断货 就这个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我就是胖了 怎么着 我就是胖了 怎么着 我就是胖了 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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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我走出成都的机场 手套前面 加个刀 这个设计真是好 用来摘菜 不要太轻松 而且还能包蒜瓜皮 给厂家老板点赞 就这个 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我气 就这个 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就这个 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你对我好 我心里都知道 我学学这个 学学那个 忙得不得了 我和你飞到 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种下 满满的花园 就这个 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我气 就这个 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我 就这个 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他了 我想要 我想要 就这个 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了呢 我想要 我想要 这个东西有人见过吗 就这个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了呢 我想要 我想要 就这个我们同学过生日 然后给他买了个这个 我想要 我能不送了呢 你们家里没有这个吗 没有这个怎么炒菜和煮粥啊 怎么泡茶和泡咖啡啊 我爸跟我说 炒菜放盐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撑一下 听说现在有钱人都用这个 哇 哇 我也想要 这几天看视频学做饭嘛 经常会遇到说 这个材料加多少毫升 或者加多少课 我都很懵 不知道应该加多少 我就买了这种方便的 简单的这种 它有课数和那个毫升 有个大的小的 来吧 展示 这几天看视频学做饭嘛 经常会遇到说 呃 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加多少毫升 或者加多少克 我都很懵 不知道应该加多少 我就买了这种 我就买了这种方便的 简单的这种 它有课数和那个毫升 有个大的小的 乳醉到国外才知道 现在的有钱人都在用这个皮蛋神器 切出来的蛋不仅不粘脸 而且好看又好吃 质量也很好 什么蛋都能切 关键价格还贼便宜 很多宝宝喜欢吃蛋清 不喜欢吃蛋黄 但是所有的营养物质 都在蛋黄里 我们把公鸡蛋 放到里面扯一两分钟 然后把扯完的鸡蛋 放水里 直接煮熟就可以了 切开一看 蛋清蛋黄 已经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颗黄金蛋了 想不到还有这样的瓶盖 直接替换掉调料原本的盖子 适用于各种常见的调料瓶 使用的时候 单手就可以操作 特别的方便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采用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这个东西没有人见过吧 谁的哭究竟月光 谁的真心为柴朗 谁的梦想在流浪 谁的青春不迷茫 这个小东西就厉害了 据说做饭好吃的妈妈们都特别喜欢 打个蒜蓉试了下 效果非常惊喜 效率也太高了点 小个肉丁腐蚀也是非常顺手 几秒钟就化成您了 最喜欢它的是无线充电 还小巧便携呢 你知道吗 我家的鸡蛋盒是出地式的 有山下两层 拿鸡蛋非常方便 还可以放在冰箱灶台 又实用又节省空间 而且我妈说了 这样竖着放鸡蛋更加保鲜 做人你别太装力分清铁合缸啊 做事你别太狂 他妈能弱也能强啊 常德呢 家里有小朋友 每次开电风扇就怕它夹到手 我就买了这个风扇保护罩 直接套上 后面的抽绳一拉就可以了 一点也不影响风速 还能防尘 而且吹的风也比较温和 图案也比较多 家里有厨房的 一定要买这个可丽式汤勺 细长的手柄 咬汤不烫手 自带的托盘 不会弄脏台面 干净卫生 而且造型独一无二 非常好看 3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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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四 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